启示录 就是圣约翰的记载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里面一同有份 为了全上帝的道 同耶稣的见证 我曾经登上名叫拔摩的海岛 有一个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我后面有很大的声音 好像号统的声响话 你所看见的 要写在书上 也都要寄给以误所 斯梅娜 别加摩 推瓦推娜 萨迪 菲拉铁菲 老底家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 要看下那个和我说话的声音 是哪个发出的 一转过身 就见到七座金灯台 灯台中间端坐着一个人 好像人子的模样 他伸穿隧道脚下的长袍 腰触闪闪发光的金带 他的书法百得像说 双目如火似电 放射出智慧的光芒 说话的声音 红亮得好像波涂澎湃 瞬间 他的右手拿着七星 口中吐出一把两人的利剑 面如烈日放光 我见到这个情景 立刻扑到他的脚下 好像死了一样 那个人用右手按着我说 你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亦都是门后的 又是全没的 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到永永远远 而且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锁示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以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 你所看见的七佐金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 我右手中的七星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 士梅娜 别加摩 推瓦推拿 萨迪 菲拉铁菲 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将我的说话转告给他们 之后 我见到天门开了 听见好像吹号似的声音对我说 你想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 我被圣灵感动 圆圆地望着天上面的一个宝座 宝座上面有一个人坐在那儿 那个坐在那儿的人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宝座被彩虹环绕 它的周围还有24个座位 上面都坐着24位长老 都伸穿白衣 头戴金冠面 宝座中间还发出闪电雷鸣的响声 宝座前有七盏灯火点住 是上帝的七灵 宝座中心有四个活物首位 这四个活物前后片体都掌满了眼睛 它们的脸分别好似狮子 似牛犊 似人 似非鹰 四个活物都有三对翅膀 它们不住地说 盛哉盛哉 主上帝是永远的存能者 我还见到宝座中的人 右手拿着一卷书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研座 这个时候大力天使高声说 谁配展开那卷书 揭开那七印呢 天上地下无人答应 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卷书的 我放声大哭 过了一阵 一只好似被宰杀过的羔羊站立起来 他走到宝座前 从座中的人的右手里面拿起了个卷书 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 立刻腐伏在羔羊的面前焚香 弹琴 他们唱到 只有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宰杀 用自己的鲜血使人们跪于上帝 高阳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 我观看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 用雷鸣般的声音说 你来 我上前观看 只见一匹白马飞奔出来 马上有一个拿着弓的骑士 他战无不胜 高阳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我见到一匹红马跳了出来 马上的骑士手持大刀 他可以发动战争 令到人比似残杀 高阳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今次出来的是一匹黑马 骑马的人手里面拿着天瓶 还有一个声音不停地说 一钱银子买一星小麦 一钱银子买三星大麦 油祸酒不可租塔 高阳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今次我见到一匹灰马飞奔出来 骑马的名字叫死 阴曹地府也跟随着他 他们获得了拳柄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和地上的野兽去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当第七个印被高阳揭开的时候 天上静静了大约有半个钟头 之后我见到有七位天使 站立在上帝面前 他们接受了七支号角 每人一支 另外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站在祭坛旁边 有很多香火赐给他 他们要将这些香火和中星徒的祈祷 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渺渺的香烟 连同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起升到上帝面前 天使又拿着香炉 圣满祭坛上面的火 倾倒在地上 十时间出现了轰响 闪电 雷鸣 和地震 这个时候 拿着七支号角的七位天使 就准备吹号了 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冰薄甚至鲜血倾射在大地上 土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木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青草都被烧毁 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仿佛燃烧的大山迎进海面 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 海中的生物也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有一伙燃烧的大星 好像火似的聚入江河 江河和他们全员的三分之一都变苦了 很多人喝了这些苦水而丧命 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日月星神的三分之一都被激打 以至于他们都黑了三分之一 白昼的三分之一没了光 黑夜也都一扬 这个时候 一只飞鹰在天空盘旋 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是要吹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闻啊 和哉 和哉 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天上面的一火星就落到地上的无底坑里面 滚滚浓烟从坑里面冒出来 分黑了日月 随着这股黑烟飞出一批蝗虫 他们有蝎子一样的本领 有一个声音吩咐他们说 不可以伤害地上的树 草 和各种其他的东西 唯独要伤害那些额头上 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但是不可以伤害他们的生命 让世人忍受五个月的折磨 在那些日子里面 这种痛苦 让人就是想求死 也都不能 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天上就有宏大的声音说 统治世界的大权 现在已经属于我们的主 和他所立的基督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 在上帝面前 坐自己的位置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伏于地 敬拜上帝话 色在 金在的主 全能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降临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你的伯人众先知 众圣徒和所有敬畏你的人 不论大小专碑 要得到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毁灭那些敗坏世界的人的时机 也已经到了 当时上帝天上的电开了 在他的电中 现出他的约柜 之后有闪电 雷声 地震 和大冰雹 我又见到天上出现了大异象 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人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地呼叫 接着天上又出现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 头上面带着七顶冠冕 她的尾巴 卷起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摔到地上 龙就站在那个妇人的面前 等她生产之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 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孩子将来 是要用铁像统治万国的 她被提到上帝的宝座上 妇人也逃到旷野 那里有上帝被她预备的地方 令到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日 后来 天上就发生了战争 米加勒和她的使者 和这条长着七头十角的恶龙 斗了起来 双方好一阵施杀 龙被打败了 天上再没有她的地方了 她被摔到地上 她就是那条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做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人的魔鬼 这个时候 我听见天上传来声音说 现在就是上帝拯救的时刻 上帝已经彰显了她的权威 那个日夜在上帝面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从天上摔下来了 弟兄们胜过她 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为了这个道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 祝天和住在其中的人 你们都要快乐 只是地与海有祸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她满怀粉痕地落到你们那里了 之后 我见到有另一位长大权病的天使从天上降下 她的荣耀照亮了大地 她用强而有力的声音呼喊住 谈倒了 大巴比伦谈倒了 她成了鬼魔的住处 各样污灵的监狱 一切污蔑可憎之着了的巢月 因为各国都和她淫乱列路的酒醉了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世上的商人因她奢华辉霍 就发了财 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 从棍城里出来罢 我的子民 免得在她的罪上有份 受她所受的灾难 因为她的罪恶涂天 我又见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她手里面拿着毛底坑的锁匙 和一条大链 她捉住了一条龙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将她捆绑一千年 扔在毛底坑里面 将毛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令到她不再迷惑列国 我又见到几个宝座 也都又坐在上面的 他们得到了审判的权柄 我也都见到那些 因为帮耶稣作见证 而且因为上帝的道 而斩首的人的灵魂 他们没有拜过修或者受像 也都没有在额头上面 或者手上受过修的记号 他们都复活了 和基督一起造王一千年 其余的死人都没有复活 我又见到了一把白色的大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那一位 天地都从她面前逃避 再看不到了 我又见到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都展开了 还有另一卷 核生命册 也都展开了 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将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死亡和阴间 也都将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都被扔在火湖里面 这个火湖 就是第二次的死 凡是明智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他就会被扔入火湖里面 我又见到一个新天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都不再有了 我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仿佛一位梭妆打扮整齐的新娘 在这里等候自己的丈夫 我听见有一个洪亮的声音 从宝座发出话 看看上帝的在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在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他要做他们的上帝 上帝要拆去他们的每一滴眼泪 让他们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 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说 看看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艺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我要将生命传的水 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 得性的必承受这些遗孽 我要做他的上帝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述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的 他们 就是在烧着硫黄的湖里面 是第二次的死 后来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将我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 将那个从天而降的圣城 新耶路撒冷指示给我 我见到城中有上帝的荣耀 圣城闪耀着光辉 好像宝石 好像碧玉 又像水晶 高大的城墙上有十二个门 东南西北各三个 门上面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面还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城中不再有黑夜 也都不需要用灯光或者日光 因为有上帝的光照耀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远